不過說到特斯拉在第二季的銷量 的確是優於市場的一個預期 不過剛剛特別也有提到 來自於在比亞迪 現在真的賣得非常的好 當然這主要的部分是 價格非常的有競爭力 所以我們要請教朱老師 現在知名的分析師陸行之說 特斯拉在中國的這一次的 這個銷量去看到 他激增的幅度大概10%而已 其實是顯示整個中國市場 目前還是 他在那邊的話 還是內捲這樣一個情況 導致他沒有辦法 很完整的伸展開來 是沒有錯 我們延續剛剛提到所講的 你看如果看這個計真數字 其實你會覺得 其實好像還不錯 可是你從年真去看 其實他還是在衰退的 好 那我們就只看計真好了 你看到你在全世界 你是計真15% 結果你在中國只計真10% 表示你還是不行 那換個角度來說 就是你第一季實在太糟糕了 所以我第二季有回升 可是第二季即便有回升 告訴你我的市場是怎麼樣 我之前在高峰 我第一季掉到谷底 但是我現在回升了 可是跟去年比起來 還是差上一大 對 尤其你再看他這個六月份 這個交付量 七萬一千兩 看起來數字也不錯 以月瞻都很高 可是以年瞻來看 跟去年頭期比是衰退二十幾% 你就知道中國的問題 確實非常非常的大 尤其你去對比比亞迪 我們就不要說只看第一季 第二季或是只看六月份 他整個上半年人家成長28% 你怎麼去比 對 好而且大家對比就是我們 因為比亞迪他通常是會把整個新能源車放進去比 好 那我們如果不要比新能源車 只看電動車的部分 也確定他又再度贏特斯拉 因為特斯拉最後數字出來是四十二點三萬輛 還是輸給比亞迪 比亞迪還是遙遙領先 所以這就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為什麼特斯拉在中國就會踢到鐵板 對啊 好 其實這麼講其實也不太對 因為你整體看中國車試 如果剛剛提到所說的 你整個看第二季數字 真的都很漂亮 可是你再看一個數字 目標達成率居然告訴你 整體的車廠不到四十趴 當然你可以說什麼 你目標定太高了 尤其我們剛剛說這個比亞迪 你看人家已經上半年成長二十八趴 結果你看到比亞迪跟吉利 這兩個龍頭 結果他的進度 也不過就是全年的四成 六月結束不是全年一半了 結果你的進度只達到四成 那更不要說後面的這個魏小禮 你看到六月或第二季數字 也都很漂亮 結果告訴你 尤其是小鵬 居然連他的年度目標兩成都不到 那今年要達標 真的是不太可能 那怎麼辦 那要達標很 怎麼辦 就是減價 降價 卷價格 中國最近很喜歡講卷 這個事情 內卷 對 所以呢 你說好 你看他的這個整個降價的金額 好 看這些我們就不一一去講了 中國車自己殺來殺去就算了 現在比較慘的是 連進口車 連我賓士照理說跟你不同本級的 你這種平價車 一般人在開的 你殺來殺去那裡 我們可以理解 賓士照理說 Label高上一大截 可是都不免受到影響 而且真的我們台灣看到賓士在中國 賣這個價格 我們真的會流口水 台幣不到150萬 這個也就算了 你再看這個更誇張的 這個是今年的新款車 居然只要台幣七十八萬多 好誇張 你台幣七十八萬 我們在台灣連國產車你都買不到 居然你在中國可以買到賓士的新的電動車 你就知道連賓士都這樣子了 其他包含的 BMW也很慘 甚至寶石姐那是Label更高了 告訴你寶石姐他上半年衰退二十四趴 所以連寶石姐的門市都在發什麼 折價券 不是便利商店 寶石姐給你發折價券打七折 照理說這個金字塔頂端的消費者 應該最不會受到影響 結果你看到賓士 乃至於寶石姐都遇到一樣的問題 那不就在告訴你整個中國市場 還是有很大的問題嗎 所以你看 所以中國這些車廠也好 或是相關的周邊 大家都開始要努力 要拚了 好結果呢 現在他們喊出來一個東西 叫做八九六 這三個數字是什麼含義呢 最早喊出來的是寧德時代 寧德時代我們不在電池 他不就是全世界的領導者嗎 對 連他們最之前就喊出一個口號 我要奮鬥一百天 目標就是這個八九六 我們上次在節目有特別提到 早上八點到晚上九點 一個禮拜六天 是的 寧德時代喊出來之後 結果齊瑞汽車跟進 也跟進 也跟進 甚至有過之而無不及 跟你說加班 好 那也就算了 沒有加班費 僅給你補貼十塊錢人民幣的餐費 真不好意思 十塊錢 財幣四十五元 就算中國平均的東西比較便宜 十塊錢在中國要吃一餐 也是很寒酸 可以吃得到 但是真的是很寒酸 所以你說怎麼辦 尤其他真的狠狠 他說我沒有強迫你加班 這是出於志願 可是他跟你說 我晚上十點開會 你要不要來 晚上十點開會 天啊 你們不乖乖加班 甚至尤其是剛進入職場的年輕人 更慘 老鳥可能會想些辦法 就偷摸魚對不對 你菜鳥你敢敢 一定不敢 所以你看就有畢業生跟你說 光一個五月份 我加班一百二十個小時 注意 五月中國有黃金週 休假其實休很多天 因為他可能根本沒有休 我們如果就以正常工時 可能一個月我們就算二十二天好了 一百二十個小時不就告訴你 你平均一天要加班五個小時以上 一天加班五個小時 五個小時 你就不要說做事 你光坐在那邊坐那麼久 你都會 都會很累 都會很累 對 所以你看到好 一個月 連原本的正常工時加起來一共是三百個小時 我連假日算進去平均一天都有十個小時 對 你說這怎麼辦 好 更慘的是 結果領多少錢 如果有領多我也認了 結果四千八 台幣才兩萬出頭 人民幣四千八 你就知道有多可憐 所以換算出公時 十六塊錢人民幣 難怪很多人情願出去跑外送 我也不要去辦公室 時薪折合臺幣才七十一塊白 對 這就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難怪中國有那麼多的外送小哥 我去辦公室幹嘛 我出去外面跑 跑了久 我還可以領更多 好 所以很明顯的 中國現在最大的問題就是 我整體市場經濟就是有問題 我做得要死 我也領那麼一點點錢而已 有推出這個救換新的補貼措施 針對汽車 還有一些家用品的一個部分 是 但到現在好像成效不好 如果成效就不會有剛剛那些問題 這是最簡單的邏輯 那既然肥宇搶到了這個問題 最早其實是在三月份的時候 那時候李強就特別提出來 正式推出相關企劃 是四月份國務院推 可是當時他有一個大問題 只說我要推救換新 可是實際的內容 地方政府你自己去擬 你要補貼多少 問題大家知道中國地方政府多窮 真正有錢的只有極少數 所以你看到類似的事情 他們並不是第一次 金融海嘯說他們辦過一次 那時候成效真的不錯 但是這一次真的不行 我們別的不說 買家電只有補貼十趴 請問你為什麼家裡 我只是救了他還可以用 對 我為了這打九折 我把我還能用的東西給換掉 這打九折真的很沒有吸引力 不過我錢很多 我會願意做這個事情 可是現在反過來了 我有賺錢我也不要花錢 為什麼 因為我不知道明天會怎麼樣 明年會怎麼樣 所以現在就是大家開始 反消費 抠門 我都不花錢 因為我對前景是報一個大問號 之前疫情過後 大家說臺灣民眾開始報復性旅遊 報復性消費 他們剛好顛倒 對 尤其是光以今年第一劑 我們全中國的儲蓄力 暴增十二點五趴 對 這是一個很糟糕 很糟糕的事情 你都跟我說你經濟很好 第一劑成長力多高 結果大家存越 錢越存越多 注意我們是按比例 不是增加的金額 所以這就是一個問題 另外你看到這個香港 我覺得真的是圓目求雨 香港說我經濟不好 所以我要拜託中國人 來我這裡消費買東西 請抱歉 中國都自身難保 所以香港你自己看著辦吧 好 剛剛朱老師 但我們看到是在中國大陸 現在消費依舊是出現很緊縮 甚至出現了這個報復性存錢的情況 美國總統拜登 他在六月二十七號的辯論表現 他現在自己都坦言說 表現不好 朱老師 他甚至說是因為這個時差的關係 對 他說因為六月 他整個都在國際訪問 所以他太累了 差點睡覺 我們仔細去看 他說他環遊世界幾趟 大概跨了一百個時區 我真的覺得你不講都沒事 你講你的行程 人家查得到 六月初你去巴黎 六月十二到十四 去義大利參加G7 對 我查過了 從美東到巴黎 坐飛機七個多小時 到義大利九一點八個多小時 你坐空軍一號 那個比頭等艙還高級 你躺個睡 你怎麼會時差 怎麼會累呢 而且你六月十六號 回到美國之後 你只在去洛杉磯參加了一個 這個好萊塢的會議之後 你就都在白宮了 而且甚至最後一個禮拜 你都躲在大胃營 所以他六月底才辯論 怎麼會調整他 所以你基本上這些事情 不就在告訴你 你真的身體有問題嗎 好 所以現在最大問題是 都說我沒問題 可是一大堆民主黨的 這些政治人物 都不相信 你媒體怎麼說都沒有用 你媒體一定說沒有 所以我眼見為憑 所以民主黨的各州州長 大家知道這次美國有十三個州要改選州長 所以這些人當然很擔心 所以你不要跟我講那麼多 我親自看到你沒問題 才是真的沒問題 要眼見為憑 對 所以眼見為憑 這些州長就要輪流去看 到底拜登你的狀況怎麼樣 尤其你看到這個肯德基州的州長 因為他也是原本呼聲 是有機會出來參選之一 所以他當然去講 所以說這些我們就知道 這真的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那當然民主黨 自己的民意代表 也開了第一槍 眾議員說 拜託 你真的是退出吧 不要再撐了 退出是一個問題 問題誰接任 所以西恩很快的就趕快做民調 目前民主黨到底誰有機會 如果拜登不選的話 到底誰來選 對 所以調查了半天 結果居然是誰 密血兒 密血兒 他老婆確實他在認的時候 他確實呼聲非常的高 因為他的各方面形象都很好 而且他自己有否認 他說他不願意 對 所以我覺得目前整個唯一 可以打敗川普的就只有他 其他頂多很接近 譬如說現在副總統賀錦麗 可能沙維蘇或是加州州長 也都是沙維蘇 可是我想到有一個人你沒有調查到 就是前眾議院議長裴若欣 他的膚身也很高 而且你看他雖然比拜登更老 但是他最近是不是有出來挺拜登 對 但是問題是裴若欣他居然整個人的講話 反應比拜登甚至比川普都好 那為什麼不他出來選了 好像這是民調沒有調查到他 因為他也說他要退休了 但是民主黨當下問題 真的要有人挺身而出 好 先休息一下 稍微來看到亞洲生計大會 馬上要登場了 生計股要怎麼留意呢 我們馬上回來